我飾演的角色叫做郭軒 他是一個廚師 平時的人很文正 內向一點 不是很多朋友 這個看似很正常的人 其實他有一個暗室在他心裏 我的角色叫Steve 在電影中他會非禮同事 不禮貌 性上我覺得他有一種人 他享受這種權力 我覺得Steve是被這件事盲目 他也是這間診所唯一的醫生 這個診所就是他的王國 郭軒的可怕可憐可悲之處 遇到某些情況 他會有一些失常的行為 而他做完之後 他會不太確定自己有沒有做過 其實那場戲 我沒有要求我要剝牙的 但他會有一點痛 牙醫的場合我真的有一點怕 會被鉗到牙齒 很快 反而是他在用什麼方法 令他看起來真的像被人拔 我記得他好像用了芥末和白花油 令自己真是紅了 那種狀態 朱康的演繹可以游走在幾個 很巨星級別的演技當中 那我是有一點沉浸了 我覺得暗室 他是在否釋人性的陰暗面 或者是否釋人性缺陷的一套電影 內心他認為的某種正義 會驅使到 就算我有罪 我都要做這件事